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是朋友强烈推荐 说我们一定会喜欢的米其林一星日法系创意料理店 地理位置在三番往北 我们周中开过去又开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但真的不虚此行 我觉得是三番目前性价比最高的米其林店了 第一道前菜 Chesna Soup 栗子汤有一点点甜 吃起来有点像啤酒泡沫的质感 旁边是一个咸口的牛肉包 这个是蛋卷奶油 里面的奶油冰冰凉凉的 像是打碎的芹菜汁 外层的蛋卷很薄 第二道海胆龙虾汤 汤底依然是泡沫质感 海胆的味道不是很浓郁 配上了一点点咖喱粉 上面是一个薄薄的一层薯片 有一点点甜 第三道沙丁鱼 配上一片紫萝卜 配上柚子酱和辣椒粉 沙丁鱼有一股烟熏的香味 第四道烤鲜肉 配上一点牛油果酱 一点西瓜酱 还有旁边的一片柚子 下面这一道是附加菜 30美元 鱼子酱配上撒吧 对鱼子酱不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跳过 接着是煮食烤面包 这一道是紫苏叶包裹虾的天妇罗 和配有黑松露的洋葱汤 这道洋葱汤味道真的绝了 只能说法国人是真的懂 怎么煮洋葱汤的 这一道下面放了一颗慢煮蛋 上面是蘑菇打出来的泡沫 在上面撒了一些松子 配上一片面包 我感觉味道太清淡了 而且我是不怎么喜欢吃水煮蛋的 下一道平沐鱼撒十一米 配上一些芥末酱 味淋 还有一些干坤布 整个吃起来有一点点酒香的感觉 下一道煎扇贝 表皮煎得超级脆 配上一块紫菜花 还有龙膏叶 汤底单喝有一点点咸 这个是short rib的意式馄饨 表皮有一点像意大利面 里面包裹着short rib的馅 旁边的黑脚菇 有一点黑松露的味道 下一道rib eye dry aged beef 俗称干式熟成牛排 先在排村柜或者排村室里 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再拿出来煎 最后的甜点是一个胡萝卜小蛋糕 配上椰子的索备 整套Omakase 人均140块 最后我还趁机去他们的厨房旁边 溜了一圈 好啦 下一期见 拜拜